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啊 我很不喜欢人家说我不行 没有就是加油吧 这个加油演唱会也不错 命运演唱会 原来侧田用应战二字命名各唱 是要迎接各种挑战 努力让自己做到最好 采访中他透露 之所以如此要强 是因为自己从小受到过不少打击 我就是从小都知道 你肯定做不到这个 你肯定做不到这个 比如说我以前我在美国回来做音乐 他们都说你不行的 你为什么要放弃你的工作 你工作收入怎么高 你就回来回去做音乐 现在音乐赚不了钱 你不行的 你不行的 然后最后我行了 转行做音乐的侧田 经过不断的努力成为了乐坛的创作小天王 但他却明确表示 今后不会再出专辑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是要转型吗 唱片不会出了 就是说单曲吧 因为我觉得我们都应该 其实已经晚了 已经太晚了 我们应该就是五年前开始改变 就是走这个digital的方法 网上出单曲 我已经接受了 就是做音乐的时候 我是免费给我的fans听 我不会用我的歌去赚钱 我用我的歌去找商演 商演是我赚钱的方法 唱片 卖唱片不是我赚钱的方法 原来 所谓不出专辑是不卖唱片 所有的单曲将免费供给歌迷欣赏 这也源于近年来唱片界的不景气 许多音乐人纷纷退出 转战商界和演艺界 对此 侧田呼吁唱片公司及各大媒体积极去改变这一萧条的景象 这个已经是一个fact 唱片赚不到钱 05年我出来已经赚不到钱 唱片了 这到现在我们盘 所以我很surprise 刚刚有几个人也问过这个问题 我在想 十年前已经开始问这个问题 是啊 那大家都想不要问 没有 我们不要问 我们要去改变 我的意思是这样 那有人先做 才行吗 对啊 所以这个不是我的 我没有能力去改变 这个要传媒 电视台 电台 唱片公司 他们去改变 但是很难 一个人是没可能改变到的 嗯嗯嗯嗯嗯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